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 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别忘了在苹果podcast应用里 给我们打分和评论 帮助更多朋友发现文化土豆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代 也是疑虑的时代 今天是文化土豆的第二期误读会 误读会是我们一起阅读和讨论 文学经典著作的节目 选书的标准很简单 一是文学名著 二是我从来没有读过 其实第二个标准 形同虚设 因为Economy没读过的景点太多了 但是对于嘉宾和听众来说 或许多年后 昭花稀释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我们的第一期误读会 聊的是弗洛拜的包法利夫人 错过的听众可以重新找来听 狄更斯的双城记 描绘了一个炙热的世界 故事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 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残酷血腥年代 在巴士底域囚禁了18年的政治犯 年迈的曼内特医生终于获释 并与他在英格兰的女儿团聚 在那里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一个是流亡的法国贵族查尔斯·达尔纳 和一个生命狼藉的英国律师希尼卡登 因为对路西曼内特小姐的热爱陷入了困境 他们从伦敦宁静的小巷里 被席卷进了巴黎恐怖血染的街道上 并很快地落在断头台致命的阴影之下 和我们一起聊双城记的是 作家燕丽中和艺术史学家于玲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么在我们录完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讨论 就是说第二期聊什么书 雨林很快地 就就是立刻就说 要不我们就看双城记吧 你能解释一下当时是 为什么一下想到这部作品吗 我有点忘记当时的原因了 就是我们坐在这 然后说下一次聊啥 可能因为跟我个人的生活有关吧 就我个人记忆你看 我学习是在巴黎待了八年 我对巴黎有很深厚的感情 至今还有一些巴黎的朋友 就像家里的亲人一样 然后我即使回到中国以后 我也每年 几乎每年会回巴黎 但是由于个人受缘 现在我又跟伦敦借下了不解之缘 我又几乎每年要去伦敦 所以 对 然后能够汇聚这两个 我就是两个像故乡一般 却又不是真正的 你就是说我每天住的地方 这样的家的城市 可能只有狄根斯 至今为止 可能只有狄根斯这个故事 如果有别的经典 请大家推荐给我 听着好高级 我们就在贵阳和北京之间双重 对啊 你在哪双重 我就是北京和伦敦之间 哇 也很高级 这是最高级的 对 还是 但是也挺想念 北京当然也是我的一个地方 我三成 三成级 我突然想起 其实另外一个两个地方都住过的 作家是福尔泰 他也在英国住过了 对对对 然后 艳丽忠以前读过这本书吗 我是没有 小时 很小的时候读过 你们俩都是小时候读过 为什么会 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会读这本书呢 我们大学的时候读文科嘛 然后呢 我们还是有借书证的时代 你有些时候 你就是为了让借书证上 然后填满了那个著作 然后 但不一定都会仔细的看完 然后但是都会把这个听到的 知道的这些历史文著啊 什么的都借过来 这个迅速的看一看 然后有些可能看不完 然后到了期 然后你就去把它还掉了 所以其实双重记 当年我读完没读完 其实我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了 所以这次你重新读的时候 完全感觉是像一本新书是吗 有一些印象到最后 对 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读过的 就看到那个书的最后 在断头台上的那个 经典的那个场面 我觉得我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影子的 OK 然后我开始念的那一段话 其实双生记 可能是为数不多的 书里边的这种 特别经典的开头 这是最好的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的 对 就读没读过的人都知道 对 你刚才读的是一段嘛 对 但是对于大多人来说 他们都了解的是 这一段当中的第一句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概述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延伸的 你知道吗 你也可以说 这个时代是一个最成就人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毁坏人的时代 因为我读完了 无限的这样去阐述 就是扯的有点远 我们其实本来想开始介绍什么时代背景 作者 那我就想先再说一下 我读完以后 我就发现这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一点没有发现它好在哪 因为迪根斯的视角不是像那种 咱们现代以后都是副调视角 就一番你看到 可能是根据你的性格心理来描述你的所见所想 然后艳里忠宁根据你的 或者张宇林根据我的 他都是他的判断 就是他在写张一帆 实际上他就给你做很多judgment 张一帆对他的人生 或张一帆对他的这个文化土豆 都是他就给你解释出来了一大套了 就那种上帝视角的那种storyteller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 是狄根斯的 他的感觉 对对对 实际上是他的感觉 但他还是有一个复杂的感觉 也就是因为法国大革命这种事 这种事就是是革命 所以站在革命者的角度是最好的事 好多中国当时 中国当时文学史接受 狄根斯完全是作为一个社会 首先是现实主义作家 然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 劳动人民肯定觉得 法国大革命是翻身的一个 对吧一件事 但是你看他还是表现 但是劳动人民没有看到自己残暴的 对对对 但狄根斯还是反映出来 说这个好和话 其实狄根斯的立场 没有刚第一次 我们28年的时候 林书就翻译过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也是一个变革时代 咱们中国那时候 对就被翻译进来 然后呢现在 就是我读的这个版本 可能是解放后的一个译本 那么这个序理就充满了 狄根斯是现实主义作家 然后他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 下层人民疾苦 这个是真的 但是就是肯定有那一面嘛 法国革命那一面 大家后来 但是他的这个描述 其实也是讲了 这个书的一个片面 对对对 我觉得他 我读完之后 我就觉得狄根斯 他所要告诉的 他没有进行一个判断 对 他没有进行一个判断 就像你刚才你说 你说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但是最坏的时代 可能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是最好的 或者对于你的另外一部分来说 也是一个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要稍微 把我刚才很简短的这个故事情节 稍微扩展一下 然后我们来讲一讲 狄根斯和法国大革命 其实他们也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对吧 然后这本书里 可能介绍了五到十个人物 其实人物挺多的 而且前半读起来 关系错综复杂 最后他们都被拉到了同一个舞台上面 所以前面要有一点耐心 但总的来说 这本书的长度不长的 是一天两天可以读完的一本 那他讲的就是一些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生活在伦敦和英国的 他们也不算特别劳动人民 就是中层或者是狄根斯的读者 相对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正常人 然后他们是怎么因为各种事情 官司或者是个人的爱情 然后家庭的原因 和被卷到了法国大革命的 这个滚滚洪流中间 要不你先说说 介绍一下那个法国大革命 是怎么一回事 我就不太好意思在 法国大革命太长了 就简短的说 介绍不过是先 然后再介绍法国 你再介绍你介绍法国 就宇玲能不能讲一下 狄根斯这个作家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对他的理解 就是说他其实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已经结束了N年了 所以他写这本书 其实是一个历史小说 就像我们今天写抗日一样 对对对 你的这说是对的 他是1812年2月7号 生于英国的汉普郡普兹茅夫 然后1870年6月9日去世 才活了50几岁 对对对对 但是他一生就著作很勤奋了 他的这个作品 其实反映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用弗洛伊多来说 说他小时候也是在监狱里面长大的 对因为他出生以后呢 他父亲就有一个很重的债务问题 他本来可能他父亲算是一个小中产阶级 一个海军里的文职人员 就发生债务问题 全家人都跟着爸爸住在牢房里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当然你想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结局也不会太好 所以迪根斯很小 就被送到伦敦一家鞋店做学徒 就像咱们这个 为什么那个后来把债 最后做了鞋 那个医生出来之后会做鞋 他熟悉鞋匠的生活 就像弗洛巴那个 为什么都是医生一样 对 然后就是说这些这段经历 就史迪根斯肯定从小他熟悉 他确实写底层也写得很详尽 有很多细节 因为他就底层 熟悉这种 但他属于这种生活 后来呢可能有一笔就远亲的遗产 就给落到他头上 可能他又好一点了 他就进了一个报馆 像咱们现在的出版时日 就是说 记者 对记者 做了一个记者 然后呢他其实后来又嫁给了 他们这种编的 去了 对不起 但差不多 这个其实 倒差了 对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所以 去了 都是女王 去了这个他们这个总编辑的女儿 然后其实这个总编辑女儿 本来也很有才 开始社会经济地位都比他好 但后来他就嫌于翻身 因为他做 他其实写作很好 很有才华 很勤奋 他就英国女王都变他的读者 他就渐渐把这个原来的发妻给 边缘化了 对 非常边缘化了 然后就 把他修了 当然修 他们就分居 就分居了 然后 他也有了一些情妇啊 什么 很多后面传记作者 他就介绍了他的情妇 就是写他 他和情妇的爱情 但是就 没有提过他的妻子 狄根斯 算是一个渣男了 在生活中 有一点 对 所以他写到这些爱情故事的时候 也有他的这个体验 可能 对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 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多产的写作者 他是一个特别有表演化人格的人 就可以从他的那个行文用词的方式 也可以看出来 是非常华丽 而且他不是一个那么正经的 对吧 他有时候玩笑也挺过的 他的用语用剧 在开始是很被英国文学界所诟病的 刚出现的时候 说他不雅 不文 就是不讲究 就放入弗洛拜那样 字字如今 你要推敲 不过我们看这种翻译过的 就基本上把这一层就给他翻译没了 对 但是他翻译 我觉得我这个版本 还看不出来这一层 但看出来那种华丽排笔剧和那种 是有的 长剧 对 像那个感叹和演讲者一样 用的那个词剧 对 所以说 他表演性格很强 所以他 他可能是第一个 咱们这种读书节目的创始人 他做了一个叫 Prop Books 就Prop Copies 或者是 他就是说 他在原作上画框择药而出 省去之慢 偶尔还添点笑话 他就叫做 迪士朗读演聚会 始于1853年12月 告诉了 但是他 直到他生命终结 他十余年间 行脚遍际 大西洋两岸 叫做素书 可能翻译成素书 所以这是他很有意思 一个发明创造 经常被人忽视 你说的意思是 他是在浓缩一些别的书 然后像 对 然后他就去做 在舞台上给人表演 给人讲 讲书 但又不是传统说书的那个 就做成一种表演 还有作者的那种 有点学术角度那样的 所以这是他的 然后他的那些 就是说 大家广为人知的 远大前程 大卫科菲尔 然后 五读孤儿 这都是 就是说 英国文学上 绕不过去的 这些经典名作 大概是这样一个 一个历程 迪根斯 对 然后我就从我的 就是所知补充一下 就是 其实刚才我们说 他出生 出生底层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低层 还没有出生底层 他出生是你说的 小中产 小资产阶级家庭 只是后来 爸爸欠了债 他就被迫要去打工 来还债 可能他自己 也因为这个经历 肯定我觉得 从精神上 肯定心理层面 也是受了伤 然后 也要怎么 我也不知道 对他 是不是对女人不好 也有这个关系 我也不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 想说的就是 因为他的教育 突然就中断了 我分析 肯定很多东西是自学的 所以相比之下 为什么你刚才 我一下明白 传统的作家 会诟病他的语言 就是因为他可能 没有走那种 一顿牛津 然后这种路子 然后来写东西 其实英国有 不是有一个写 叫那个 Vanity Fair 是名利场的 那个作者 Zachary 他就是处于 出身阶级比较高的一个人 他就夸 迪根斯 就是说 迪根斯写的都是一些 社会特别底层的人 其实 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着他们 迪根斯描述的是 这种迅速的城市化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北京 北上广 你有很多从农村来的人 打工 可能做快递 做什么 在富士康 感觉是很底层的人 但其实在当时的英国 真正底层的人 是那种农村里面 给地主打工的人 或者是工作更惨的人 其实 迪根斯笔下的人 也不算 从他们自己的眼光里看 他们没有觉得 自己是最惨的人 就比如说 那个银行的 那个跑腿的这些人 他自己可能 真的没有觉得 那么底层 还有能开小酒馆 在巴黎市中心 开小酒馆 绝对不是最底层的人 对 所以我就看到有人说 像刚才我讲的 Sacary这样的作者 说 迪根斯描写底层的人 就是因为这些 有钱的作家 连底层的人 是谁都不知道 就说 就把这些小 就可能是公认阶级 就说他们是底层人员 他们有阶级的划斑 有 那个时候很敏感的 英国是阶级 到现在英国也是 对阶级非常有 到我们那些 盎然的 听到的就是 就是什么什么 那个在西方的那些国家 就是一个清洁工扫地的 他一样读莎士比亚 一样去图书馆 然后生活还过得 还挺丰富多彩的 对 有 因为莎士比亚 我觉得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但是清洁工 可能未必会看 英国的阶级 更多的是从大众媒体 报纸杂志来区分的 像比如说 你以前公职的 现在传播做的生活 那肯定就不是清洁工看的 对吧 50块钱一本那么重 不一定 那个什么什么 因为清洁工也收到了很多 那个范粒素 还是范粟粒 范粟语 范粟语 范粟素 天哪 到底叫什么 反正就是 这个大工的 对啊 人家就是一边一边当保姆 然后一边看生活 一边看生活 生活人家肯定看不上的 不用看东西 他就能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 然后特别好的描述和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最高级的 那个就是 就是上帝握着你的手在写东西的人 那个是不需要看任何东西的 对吧 然后差一点的 然后就是拼命学一些好的东西 然后来借鉴啊 什么 但是我觉得上帝 我说你手写作人吧 我总怀疑他的小说能写到多好 你说诗歌或者是一种散文 或者是跟自己置身想法 或者是自行观察 是很有关的人可以 但小说需要经验和特别 就是说我喜欢的小说类型 是需要就事实 比如说要写燕老师这么一个人 我必须得见过您这样类型的人 要写 比如说你去做那些 就对道教和佛教调查 这个是我 如果我在自己世界里 我是编不出来的 真的会特别贫乏 编出来也特别的可笑 我觉得会 而且上帝不会帮你制造 这些plot 就是复杂的情节 就比如说双城记来说 我在看前面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到底谁是主角 到底谁是主角 然后没有主角 最后你说谁算是主角呢 就是最后做自我牺牲的这个律师 他的前面的戏份很少 对啊 他后半部才出现的 所以他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没有 群像 群像 是属于一个群像 然后我们刚才就是 燕丽庄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法格大革命和这个 法格大革命的时间应该是在 1789年 1789年对吧 我觉得记不住 我有一个窍 窍窍这个时间 就是1989年不是 你这边想 东欧巨变嘛 哦 东欧巨变 东欧巨变 然后那个时候的很多这种 人民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发生了变化 其实就正好是200年 那真的是 对吧 因为很多人说 法国大革命是开启了 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开始 在欧洲啊 我们亚洲走得很前面的 然后 但是在欧洲 他就200年之后 画上了一个句号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才说 迪更斯出生于1812年 这个时候差不多是 拿破仑的打仗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他也应该是 法国大革命后来 出现的一个人物 对吧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想英国人 或者是作家 愿意去写这个话题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对他来说 还是所谓 比较近的记忆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为什么看那么多 抗日的片子 我想对英法两国 联系太紧密了 对吧 就简直 就不说他们历史上 那这个 像雨林 你又在法国呆 你又在巴黎呆 你又在伦敦住 然后你觉得 这两国人 他们对于 这一段历史啊 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看法吗 法国这个就简直称 可以单列一个话题 我先说英国吧 因为迪根斯上 是英国人对吧 英国人他写了 写了这个 跟法国大革命相关的 我觉得英国人 没有一个人 特待见法国大革命的 真的没有 因为我就讲我一个 就是特别比较生动的 个人经验的例子 我比较喜欢巴斯 就是因为巴斯 巴斯川是一个 就是像温泉城市 很疗养的 因为我有时候 特别累的时候 就去那住几天 可以 对英国的一个 中心城市 对对 就是可以 就是因为有温泉嘛 也比较古老 那个小城市 是个罗马 对 罗马 有罗马人 对对对 从罗马 罗马时代 开始有的 古老的小城市 有温泉 就比如碰到一些导游 因为巴斯是英国贵族 爱休假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知识分子啊 什么都去那 像奥斯汀 都在那有房子的 他就会说 你看 我们这里住着 原来住着一个 法国公主 或者一个法国贵妇人 住的挺好的 你看他就是没有想通嘛 偏偏大国命前 回了法国 倒霉催的 结果被斩首了 所以房子留在这 所以他们经常 这么做介绍 就那导游 只是普通的人 你知道的 就是有时候 甚至是义工 就是说 平时一个老的 公公司机啊 退休了呀 他很喜欢巴斯这个城市 他住在这里 生活中 他就可能去 给人做导游 对 那我接着问 比如说那些公主 那些贵族啊 当时为什么 会回到法国去呢 因为就有点像 迪根斯的书里写的 那个高贵的 那个Darney 不是那个是叫什么 Charles Darnie 是叫Darney 对 Darney不是因为 他的一个老仆人 发生问题 在法国有举摘 有危险 有牢狱之灾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觉得 但是就是说 他们其实还是法国人 因为法国大革命 即将发生 肯定有他们相关的 亲人 爱人 或者家庭 是有问题的在那边 是感觉到有危险的 他们是过去救的 所以才 救不救 就好比说 我如果在法国留学 我爸妈说 家里有个特别重要的事 你能不能救 你都先奔不回去 对吧 而且其实这就让我想起 50年代建国初期 有很多刘美 或者是刘欧的 一些科学家 他们其实 奔不顾身 就回来了 建设新中国 对啊 因为很难 预期是什么时候 刚才我们提到 他们没有预期到 将来会有文革 我相信是完全没有 虽然 狄更斯在这本书里 他有一段描述 就是说 法国人没有遇见到革命吗 那就好像说 这是第一次有 没有种种子 就有收获的 一个季节 天下不会有 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肯定 他说的那个历史观 他的那个历史观 是有道理的 但是 但是我这话说太长 我就忘了 刚才我们在说 就是回去的 对 是吧 就刚才我们提到福尔泰 他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之前几十年 那个时候 整个欧洲是一种 在起码知识领域 他的那个 我们叫什么 启蒙运动啊 什么 就感觉我们打倒了宗教 人类的未来是前途无量的一种感觉 我这是我随便乱说的 我当时不太了解 我就可以想象 很多时候完全想象不到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就像我们的慈禧太后 其实也在变法 也在革新 法国的最后那个皇帝是十六 是吧 六一十六 他自己也其实是愿意搞 对 君主宪政制搞什么 只不过事情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了 整个乱套 我不是我不是启蒙运动的专家 但我一直从艺术史的角度 一直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艺术史书经常把它分开写 特别是我们经常见到有中文翻译的书 经常说是启蒙艺术和洛可可艺术 分成两段写 就洛可可是那种 就像那个路易十六老婆那种 对 沙龙就是沙龙夫人啊 然后非常浮华 非常那个角式的那种 就是非常就是没落 就是很颓丧 但是也很美 像华托的很多画 就猪发西带岛 就很美 很颓 就很精致 那种艺术 贵族艺术 在家里就表现成那种 都是金边相似的呀 然后好多镜子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实际上 他们完全是同一个时代 所有的启蒙者 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会跟大家share 所有的启蒙者 包括福尔泰 他实际上是那个彭巴杜夫人 就著名的洛可可艺术的 那个支持者的 就是听上贵客 可能很多启蒙的思想 是在这些洛可可夫人的客厅里 研讨出来的 所以说启蒙运动 他到底是在哪个阶层之内 他到底是 他是不是真的具体 我不知道哪一个词比较准确 就是说反应或者设计 或者实际上揭示了这个社会 所谓的社会底层 他们的一个 其实这本书里有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本书里的一个主人公 就是这个法国的没落贵族 他其实也没有没落 人家就是这个Charles Darnay Darnay他本来是 伯爵 对他的爸 他爸爸是一个双胞胎 然后他的相当于 他叔叔是这个伯爵 是侯爵 然后他可以继承这个侯爵的位置 但是他跟他吃饭 就有一段就解释 他为什么来英国 就是他已经受了这些 启蒙思思潮的影响 不想要这个遗产了 他就说我不要 不想成为压迫人的人 然后你没有发现在这个前一段 他在伦敦打的这个官司 他也是说涉嫌他支持华盛顿嘛 他帮着法国在 他在英国打这个官司 就是因为英国是在和华盛顿对着打嘛 所以他在支持华盛顿 那不管这事情 他到底是有罪无罪 起码他的情感上 可能是我们所谓的进步的 这样的 那他可能就是与你说的 那个洛克克的客厅里 当时那些 当时那些 比如说这个双城镜里面 然后就是有很多都是在 一开始都是在描写 这个法国贵族 对于人民多么的残暴 他们就觉得 我们生下来就是 应该去压迫人的那一群人 但是 他们生来可能就觉得 自己就是高贵 这和老百姓就不是一类人 但是他们受到那个教养 怎么会把自己变得那么残暴呢 还是说那些贵族 其实他们并没有 因为他们吃牛排啊 他也没有觉得杀那个牛残暴 他们可能真的就是觉得 劳动人民 这个词有点感觉 这种系统观念 就像印度的 种族质量 那像种姓质量 对吧 那个为什么 就是婆罗门就觉得 我就是 就是 最低的那叫什么 我忘了 对 untouchable这种 对对对 这都是我 他连看都不能看我一眼的 而且这个东西 他这个系统会自己 而且他是 他是传承的 因为他们越穷越脏 越没有受过教育 越没礼貌 对吧 就看起来就确实是 黑死病来了 赶快躲 对 就像我们在印度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 看到那个警察 就拿那棍子 就打那个 骑三轮车的 然后骑三轮车的 他就是不会反抗的 因为他觉得 我这辈子就是 就是只能是这样 他打我是对的 然后开一个奔驰宝马的 然后打警察 也是觉得是对的 对 我也是特别有感触 所以我还 折了个意儿的 说上这一段 就是其实估计 那些什么法国公主 住在巴斯的 跟她是同样的原因 当时她说你看 不会的 亲爱的马奈特大夫 我像你一样 是一个自愿 离开法国 背井离乡的人 像你一样 是个受她那 疯狂压迫和苦难 驱赶而去国的人 像你一样 是以自己的努力 去国谋生 并自信未来 更为幸福的人 所以这个很多可能 但是有一批法国受了启蒙思想 影响的人 其实是到了英国 对 而且很多革命 就和我们中国的 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早期革命家 很多人是出生很好的 土耳其的 所以我现在 你回过头来看 就说双城纪 它之所以成为世界民族 之所以高级 就是因为 它一方面又讲了 这些贵族 怎么迫害 然后最后被人民 就像那个侯爵 他不是最后被人杀死了吗 对吧 然后他们这些压迫人的人 然后上了断头台 老侯爵被杀死了 这个是一个我们传统的 比如说我们一些 建国初期的那些革命小说 什么的 不都是这样表现的吗 那个什么什么地图 笨田地 不是都是这样吗 但是他在这个基础上 他又呈现了 当人民获得了 他们争取来的那个权利 他们开始使用权利的时候 他们控制不住自己 那些 然后就扭曲了 对 他又把这个事情展开来 又说了 所以呢 因为后面部分的阐述 所以才引人去思考 但我就好奇 如果说我们之前 推崇迪根斯 是因为好像他是一个 有马列主义这种 对对对 战在是一个人民的作家 对 但是实际上 你看完这本书 就现在我们如果说 能够公正的来看 也没有觉得 对 他是一个好的作者 他是一个就是说 特别是 因为我总觉得 好小说作者 就可能 还是他要有很多复杂的 生活经验的收集 有时候 另外一本书 我突然想起来 就那种事实的罗列 本身就给你一种 很大的震撼 其中可能逻辑是 自相矛盾的 对吧 就像很多 生活中很多事情一样 我觉得他阐述的东西 就是浓缩在这本书的第一段 就浓缩在第一段 就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对吧 而且就是在这个时代 你就是对每个人 或者每个人的一生 他充满了变数 包括一个时代 他也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气数 这个气数 他发展到什么程度 他是 你是控制不了的 他也许是更好 也许是更坏 没有人知道 对吧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 让我想就是说 你说人民成功了以后 然后又抑制不住自己 然后就什么 但我就不知道 这种跳出来的人民 就是闹得特别厉害的 这种人民 他能代表人民吗 就是你是 你是想说所有的 所有的革命 最终都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吗 人民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词 对吧 人 每个人都是人 对 但是这个名 加上这个名字 就代表了一个政治含义 我说你是人民 你就是 我说你不是 你就不是了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 我就是想说 你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的观点 你是不是会觉得 革命就是很危险的 因为最后就会出现 人民和非人民的 我觉得肯定是 革命肯定是危险的事 不论任何形式 我不是一个反革命主义者 但是因为我是 你是一个反革命 反革命 现行的 而且没从中文艺 没有从中文艺反向去考虑 从来没有 我就想着安提 我就想着安提 好好 不对 这个一定要简去 就是说 革命这个 从一个学历史的人 或者是 就是革命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危险的至少 它一定是危险的 因为 原因很复杂了 但是 但凡你想 要聚集起 所有所有的力量 使他们达到如此强大 以至于采用暴力 去消灭他人的生命 对 不惜消灭大量 不是一个人 消灭大量他人生命 为前提 去达到一个政治目的 或与权力相关目的的时候 这种理论 肯定是被扭曲了的 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 就是学术的 或者是 一个公正的理论 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实你刚才又讲到英国和 等一下 我们叫猫 就讲到英国和法国在 对于这个革命的看法 有什么不同 英国人 从某种程度上 是有点感谢法国革命的 就是我觉得英国的贵族 可能 学到 对 就暴露了革命的这个风险 就觉得把 但不仅仅是这个 我认为贵族是 把这个东西引以为戒 也害怕老百姓会歧异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 大家确实有点害怕 这个血腥了 它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就是因为革命的初衷 是为了让 更多的人能参政一政 但这个进程 也可能被拖后了一百年 因为最后你就发现 被拿破仑这样的强人 给把持了 然后整个欧洲又陷入了 这个战争 他也有这种强人 把持革命 革命这种东西 都是阶段性的需要 当你革命完了之后 就要开始维稳了 刚才语音还说到一个 就是革命肯定不是 你刚才说他不理性 对 但是革命的人 是觉得自己超理性的 就比如说 都是以正义的名义的 他不仅是这个 他就是有一种科学发展观 我告诉你 我们不是提到启蒙运动吗 因为这本书里面 他有讲到 有好几次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革命的所谓的公民 去抓贵族的时候 比如说他这个小女儿 这个小姐 小姐就说 哎呀他是 我爸是 以前是 被抓的 对 所以我老公也不行 这些公民就说 如果你真的是 相信这个国家 相信我们的革命 你就应该相信 我们的裁判 或者相信我们的 你就应该拱手 把你女儿 把你老公都交出来 就他们的那个逻辑 是一个更可怕的逻辑 就是你要相信革命 就这些贵族的死 他们也是历史进步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 就是那些人去抓 应该为这个感到自豪 对 去抓那些贵族的时候 人家贵族说 说我犯了什么法 他说你犯的是新的法力的法 对啊 也就成为一个 是贵族就有问题嘛 然后另外一个点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 这个断头台 在这种革命人眼里 是一个高科技 因为断头台 切头切得特别干净利索嘛 就跟我们的闸刀一样嘛 闸刀是人嘛 他的那个是不需要人的 不会犯错的 一定是一刀切就断了 他们当时是说 有力量感 要把死刑中 酷刑的成分给去掉 然后发明了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Joseph Gieting 然后最后就 最后断头台就是用 在法语和英文里 都是用他的姓秘名的 就好像张小泉一样的 最后又变成了动词 你要被张小泉了 张求我 然后他们也是觉得 这是个理性的进步的东西 就大家就讨论开了 这么说 这个 没事 你就让他叫他的 没关系 对 我为他吃点东西 他可能是饿了 有时候动物一直叫 肯定是饿了 我就是说 其实是一种进步 因为我听 我看古代很多 就是用人力 靠刽子手 靠 就是不管是斧还是刀 那个要几次 经常是 一下子下去 不管是斧子还是刀 是斩不干净的 你得给人家小费 红包 然后人家 那也未必 很难 很难 其实因为颈椎 但是生理结构 一下 就是真的能一刀 整个斩的干干净净 是很难的 所以经常是 很乱糟糟的 一团吉祥 这是灰色输入 这是柜子手的灰色输入 所以说这个 这个断头台 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发明 鱼柜子手 鱼那个被斩的人 都还是一个恩赐 真的 当时啊 在当时语境下来说 对 但是也因为有了这个 就算后来有原子弹 这个事情变得高效了 对 杀人高效以后就 还对 对 第23号 本来一天只能杀五个人 现在一天杀500个人 都不成问题了 就是我就在巴黎住的时候 就在Marcet de Bouchy 就是怎么翻译 就是左岸的 一个还很中心的地段 离那个剧院 老剧院也不远 它就典型有一个路口 就形成路口 就是几个老咖啡馆 把守着 就后来我才了解到 这路口的中心 就是当时其中一个 住民的断头 都还架在那 我想说那还挺好 喝着咖啡 大家都坐在咖啡馆里 就看着这个 咔嚓咔嚓咔嚓 就是 真的是这样 就是一个一个 这个地方特别有历史 就是 巴黎的菜市口 对 其实不止一个 巴黎不止一个 巴黎有很多很多菜市口 对 巴黎很民主 对于菜市口这件事 他不讲究风水 对 你看就是像中国 那个一般死刑犯 都要秋后问展 对吧 你关进大牢之后 然后你还有一些 把这个案件 重新调查 对吧 然后你还有 重新上诉的机会 但是你 当我们进步到什么 启蒙时代 或者什么时候 哇 就立刻 审完之后 公审大会 立刻就 当场就给你枪毙了 以前你看 圣女争扎被考死的时候 牧师一直说 你只要忏悔 马上就不杀你了 到了这个启蒙时代 没有这回事了 他们已经不相信这些了 对 对 就说起那个巴黎 那个地方 突然想起来 就临时想起来 那个地方有巴黎最早 法国最早的 最老的一个咖啡 叫Paul Gop Paul Gop 是所有启蒙思想家 包括 但是法国革命的革命家 也在里头聚集的地方 是16 16多少年 1689年 多少年 就是设立的 然后他们有个 著名的传说 自己那咖啡店里 还会告诉你 那个waiter 他说 你看 就是丹东 就是法国革命 三巨头嘛 丹东是个律师 非常雄变 非常法国人那种 也是戏剧性很强的 丹东到这来 会点一杯红酒 然后马拉 就马拉之死 那个被人刺杀 那个在浴缸里 是比较理性 好像比较知识分子的 一个角色 会点一杯咖啡 罗伯斯比尔 是最后 是先上最后的 那个革命的主持 他只点一杯清水 但你虽然这里 强调了理性的力量 但是你看 罗伯斯比尔 最后还是被斩首了 被他的同僚斩首了 很血腥 对 都上了断头台 所以说 就是你再强调理性 在这个最终是无用的 到时候 他会形成一种态势 就是说 你是控制不住的 个人理性 理性是控制不住 非理性的 理性就意味着 罗伯斯比尔 最后也要被杀 才能很彻底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 新的权力 又要达到他 对的 罗伯斯比尔 但你刚才 我觉得这个点 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喝清水 对 就这个人 他就是这种人 对吧 因为丹东就是那种 会喝酒 要搞女人 但罗伯斯比尔 可能就是特别理性 亲心寡欲 亲心寡欲的一个 对 他也不叫大魔头 人家也算是知识分子 很难说 但他们那时候 人怎么想的 他是不是三高啊 所以 清水 对 就是说他不想 他在哪里都想说 就是说自己是一个观察者 然后同时可以采取 最后的判断 最强有力的判断 对吧 所以他不愿意说 因为喝咖啡而太激动 卷入知识分子 那种 因为喝红酒而太激动 卷入一种戏剧性的 那种 巴黎人的那种 丹东就是第一个死的 第一个被 上断头台的 然后 然后马拉是第二个 被刺死的 他们那个 巴黎的那个 博物馆里面 还有那个断头台的 有的 有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 大家去巴黎玩的时候 不是也有一个相当于 有一个地铁站 叫巴斯蒂尔吗 对 巴斯蒂尔 但好像我看到 那个地方 不是巴斯蒂尔的 不是 那个是地铁站 出来是一个广场 出来是一个大广场 巴斯蒂尔 我还在里头 看了一个话剧 所以 也有一个剧场 我读到的巴斯蒂尔的旧址 其实是 现在的那个 协和广场 他们是那儿移平了 那儿是巴斯蒂尔 我以前一直以为 就这几天我做研究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 有个纪念碑 那个地方是 是巴斯蒂尔 其实 其实也不是 法国大革命 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它影响了太多东西 什么大革命 都是大话题 但法国大革命 还是历史上 比较 很多 很多第一 在占据了 很多第一 然后东方 西方的 诸多次革命 都是在它的 在它的阴影之下 我们要不要来选一些段落 和听众分享一下 有吗 我先读了 我找着了 你读呗 你读 OK 那我找的这个是 我是一大段 然后呢 是一个对话 就是Charles Donets 那个年轻的那个贵族 放弃了自己身份的这个贵族 他回到巴黎去救他的老朋友的时候 被当时的革命者 这些新的公民 新时代的新公民抓起来了 然后他们之间有 虽然我读出来的是英文啊 但是其实我会翻译一下 大家也能感觉到 他那个语感 是听起来很熟悉的 首先就是这个公民说 emigrant 因为他是移民了嘛 他去国了 他是去国分子 就是说 移民 我现在要派一个卫兵看着你 把你送到巴黎去 这个Charles说 公民 我现在特别想去巴黎 但是我并不需要你的护送 或者任何人的护送 闭嘴 戴着红帽子的 这个新公民对他说 他的那个刺刀 怎么碰了他一下 闭嘴 贵族 不让他说 对不起 我就想说 他们的都是互相称呼 都是公民 然后呢 闭嘴 贵族 谁是爱国者 然后说话特别像 电影里看到的 红卫兵说话 就以前的那种礼貌 完全都没有了 而且可能都是为了 政治正确得特别的严厉 而且以阶级掩盖 个人性命 对吧 阶级称呼贵族 对 就像你说是 臭老酒 臭老酒 然后就这样 可能都是从这儿学的 我在想 你还要读吗 还有一段 就是 或者你找出来 找出哪一个 然后在这书上翻给你 我就读一段英文的就好了 我们好像以前也读过 这一段他就说 新的时代开始了 The new era began The king was tried 国王已经被送上了 这个审判 Doomed and beheaded 被砍头了 The republic of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or death declared for victory 然后这里他就提到了 法国革命的这个关键词 自由民主不爱 但是他这里面还有一个 自由平等不爱 或者死亡 在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本书里 他们每次提到这 自由民主不爱 都会提到死亡 或者死亡 就我们现在就已经 把他的这个死亡给去掉了 但是其实人家 他提出来的肯定就三个 原著里面是有死亡 有死亡的 我就在想 是不是历史上 他们也会说 自由平等不爱 不然就死 我觉得他提出的 就是说追求的理想目标 肯定是自由平等不爱 但是那个时候 搞运动的时候 对 我觉得革命 要这个口号就加了 加强 革命是非常极端的 你要不达目的 肯定就死 就是这样的 谢谢 好 我是这书里面 我特别让我感触的 或者触动我的 是在全书的最后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其中上段头台的 不光有那些贵族 欺压国人的贵族 或者没有欺压国人的贵族 还有一些 跟这些贵族 有一点点小关系的一些平民 一些无辜的人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小裁缝 是无辜的 小裁缝 是一个女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她就因为 给那些贵族做衣服 所以就被抓进来了 然后也要被砍头 然后呢 在她上段头台之前 她跟那个替 我们的主人公去死的 也是另外一个 那个主人公嘛 然后那个律师 然后呢 她就跟他来聊天 不叫聊天 就是最后的时候说话嘛 那个小裁缝说 我是无辜的 像我这么个可怜的小人物 能干什么呢 我不怕死 艾弗雷蒙的公民 只是我什么也没有做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悲伤的笑容 触动了卡尔顿的心 他们说革命会给穷人们 带来很多好处 女孩说道 我的死能够帮穷人们什么呢 如果能 那么我愿意去死 但我不明白 这怎么可能呢 我曾听说 你被释放了 艾弗雷蒙的公民 她接着说 我当时希望是真的 是真的 但又被抓起来了 而且宣判了死刑 在我们从这走时 艾弗雷的公民 你能让我抓住你的手吗 我不怕死 可我又小又弱 所以 那样会让我勇敢起来的 年轻的姑娘看着她的脸 于是她发现她眼中忽然露出了一丝怀疑 跟着便是惊讶 她用手指碰了碰嘴唇 你为她去死吗 她低声问 她就是那个女裁缝 还有 她的妻子和孩子 是的 哦 你能让我拉着你勇敢的手吗 陌生人 是的 我可怜的小妹妹 直到最后 对 她就是最后那个两个小 对 半球台前的那个两个无辜者的一个短暂的友谊 我觉得那还挺蛮感动的 对 我就有一个特别跟你说 信息不一样 我也是像你说的 朝花夕时的感觉特别不一样 我是在大学读过这本书 就当时完全是处于虚荣心 因为北大有的那个 就是文学 就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大学 北大是个虚荣心很强 是个虚荣 经典名著等于虚荣心 好我们一起来唱同虚荣心 北大就是说 比如说当时我记得那个 武士文学社的社长吧 一个新宋的学长 我们都很熟 都在一起吧 都是好朋友 然后他就有一个口号 叫做 就是说大量阅读嘛 等于说你能发言的前提 是大量阅读 就是有种知识分子的偏见 就是你能写作或者发言的前提 你是要大量阅读的 所以他就说 要让阅读的速度超过出版 他应该是活在互联网时代之前 对 那就是互联网时代 然后呢 就是说 当然我不说尽重他的好招 就当时北大方就说 你肯定要继续管 就像我今天 我今天听到一说法说 今天不是三八妇女节吗 这个妇女节说 这个节日放假的速度 已经赶不上这个商家 用这个节日来搞营销的速度了 对 是是是 不过其实当下贴着还是挺genius 对吧 挺有 挺给人一个印象鲜明的东西 还挺励志的 总之说 但是就说 小时候肯定都是 但我觉得虚荣心没什么不好的 没有虚荣心 对对 至少是一种学习的驱动在当时 对吧 所以说我就 大家都是按照文学史上的书单读 我们来参加这个 土豆的 这个节目 也是出于虚荣心 那才不是 对 就是读完肯定 就因为你常上大学 确实我认识觉得 小时候跟人生经验 还是有关系 就是你 你的记住什么呀 就是大概我就记住了一些 反正跟法国大革命肯定有关 然后什么 一个男的亲历 一个男的死 这也就是记住 最戏剧化的那些 记住了 后来我 因为参加文化土豆 重读书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好 对我来说 个人也是个非常好奇迹 就把清点重读 恢复我们已经泯灭的虚荣心 然后真的能够细细读 你就觉得真的是经典 为什么是经典 它能够给你好多新的 每一次见它都有好多新的信息 然后我现在才明白 你看他们一家人 本来他们安全的逃到海峡 对外逃到巴黎 我其实小说就没记住 也没搞笑这个谜点 就怎么又卷回去了 还给杀了呢 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精彩的小说家 他就是很会创造这个 他肯定先想好这个细节 其实是因为当时 法国大革命就很乱嘛 巴黎的情势很乱 但很多富人 因为当时的金融 或者是经济结构 和工业化结构 已经比较复杂了 所以你看这一段写的是 巴黎是那么人心惶惶 因此财产信托 一股风似的落到我们头上来了 我们在那边的主顾 似乎迫不及待的 赶快把他们的财产 委托给我们了 肯定是他们当中 有些人着了风魔 急着要把财产转到英国来 就这小小的一段话 我就豁然看到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又 就是说整个海峡两岸 其实 那个海峡两岸 就联系的 其实是很紧密的 对 所以反国大国命实际上是 就刚刚说 为什么对英国 那么深的警示的作用 或者是其他的作用 就是因为 其实他们一刻都没切断过 深到个人财产 个人经济 或者是家庭安危 这种事情 都是实在在两边运作的 大家把钱 就已经出逃到 伦敦的银行 对 所以因为这些缘故 他们事务所有律师 这个故事里的 要过去 然后呢 他又受到他们仆人的信 然后他也要过去 才发生 就是跟社会经济的这些细节 以前我都是读不太大的 读不太懂的 而且在 我还记得 因为我找不出段落来 在小说里 你能看到 他有描写 这个老 就是老侯爵回家的路上 穷人们都没有 没有太多可以吃的东西 然后包括他自己的园子里 有一段饥饿的描写 特别好 那一段太好了 我找一下 在一开始 饥饿无所不在 他专横霸道 饥饿是破烂不堪的衣服 挂在竹竿上 绳子上 从高高的楼房里挂了出来 饥饿用稻草 破布 木片和纸 补醉在衣服上 饥饿在那人 聚开的少量木材的 每一片上 反复出现 饥饿瞪着大眼 从不冒烟的烟囱往下看 饥饿也从肮脏的街道上飘起 那儿的垃圾堆里 没有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饥饿写在面包师傅的货架上 写在每一片存货无多的劣质面包上 写在腊肠店里用死狗肉做成的出售的每一根腊肠上 饥饿在旋转铁桶的烤板粒中 摇着他胶肝的骨头 搭搭作响 饥饿被切成一个铜板 一小碗的极薄的干羊玉条 用极不情愿花掉的几滴油炒着 饥饿居住在一切适于他居住的东西上 这是他关于饥饿的描写 这部小说里反复会出现 有时候你就感觉 作者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要给你就有点像来一段永叹调一样 然后就有一段特别浮夸的 然后其实是用这种诗歌性的 对对对 其实是一样的来 对这完全就 飞陷主义手法 对你看这完全就是一个诗歌性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书就说除了第一段是大家最熟悉的之外 还有最后一段是不可不读的 你来读 我不要读 就大家应该从头到尾读 这不是都全剧透了吗 这全剧透了 真的剧透了 哪个 这和刘护兰差不多 可以不读 对对对 我想再说一个就是 我对其中一个人物和他 和他相近人物的关系的描写 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就是那个德发日先生和他老婆 就是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对革命的态度 其实跟性别也略微相关的一些 对应对的态度 起的很好 比如说 然后一个神秘的东西就是neating 就编织一直在这个题目当中 有三张都是以这个命名的 一张就叫编织 一张叫一直编织 还有一张叫编织完结 其实编织是这个德发日夫人一直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编织的掩护下 他一直为这个大革命做一些 密探啊 送集情报啊 准备的工作 在他和他先生的这个对话当中 因为他先生还有一定的那种犹豫和理性 对就出于 就如果做对太极端的这个操作 还有一些怀疑 但是呢 他的态度 就特别像 我觉得我想到很多女性 比如说 ISC人体炸弹啊 或者 就是女性和相信之间的这个关系 像从古以来就有 像中世纪这个圣经 那些修女 就发誓嫁给上帝啊 写了很多 像圣特雷莎的沉迷 这种雕塑 都是说 他写了很多东西 描述他跟上帝的关系 都像是性爱关系 那种沉迷 就是女性跟相信的关系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关系 一旦她们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 她们可能比男性更极端 就有时候她会 绝对比男性更极端 就是那种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这种感觉 就一旦她 对 那个修女的 我整死 修女都会戴一个结婚戒指 那是跟上帝 对 然后那个 但是那个戒指上面有一个小十字架 对 你看我想读一小段 她丈夫 就是德发日先生 因为他们在晚上需要先讨论一下 这个革命到底能不能成 这个德发日太的各种鼓励 她说怎么可能不行 怎么 你看地震 虽然她到来只是一瞬间 她要预备很艰难 很长的地壳里面 怎么怎么 就各种鼓励她 听懂 然后她丈夫就什么 在门口抽烟 用赞美的眼光追随着她 伟大的女人 她说 坚强有力的女人 有气派的女人 有气派极乐的女人 然后下一段 就是像你说的那样 就开始展开这个 狄根斯基的感叹了 她说 这夜色朝坐在那里 知了又知的女人 逼得已经很近了 从而她们 就是她们本身 也逼拢在一架 如今尚未造成的机器周围 她们得坐在那 一边知了又知 一边还在数着 那一颗一颗落下来的人头 大家也知道 这个故事后面 就是其实 这个德发日夫人的行为 是很极端的 她基本是一个毫无 就是说 造反派 对毫无就是这个 犹疑之心的 在就伤害人或者是 这个夫人也没有好下场啊 对 虽然她就也被 也是被另外一个阻挡她们的人 就是枪击死了 但是 她想干死人家 然后 对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 她本身这个女人形象当中 就代表了法国革命 整个这种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从故事里 其实有讲她的绅士 和她 对对对 有讲她的绅士 她的姐姐是 Charles D'Anail的爸爸 和她的兄弟俩 抢奸掉的那个女人 她的姐姐 哦 明白 是那两个 两个 对对对 是的 所以有一点家仇 嗯 嗯 就是聊到现在 我想问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 迪根斯他既然 他又描写了 这些贵族的腐化 然后又描写了 革命者的残暴 也描写了一群 就是在中间 好像还有点好心人的 他的命运 作者自己 有他的政治观点嘛 他好像整本书 从来没有提一句说 这个革命 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他应该不是 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迪根斯不是这种 对他 我觉得他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个书他就分 就三个层次嘛 嗯 第一个层次是说 这些残暴的 这些贵族 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层次是说 这些上位了的 这些人民 然后得到权力之后 又变得扭曲了 但他第三个层次 我觉得是他所想要 有的 就是说 是一些理想化的人物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个 替人家上断头台的 那个律师啊 什么的 他是希望以这种 人道主义去解决 社会矛盾 然后以博爱 去战胜仇恨 嗯 我觉得他的倾向 应该是这个 第三个上面 所以这是一个 更漫长的事情 你以博爱 能怎么战胜仇恨 就是说 我们一起上断头台的时候 我拉着你的手 就是刚才那个 雨林说了一个 就是那个 打毛衣的 那个夫人 她不是冲到 那个家里面去吗 然后想 想把那个 想把她的仇恨的 那个人给干死 然后结果 另外一个女仆 对 另外一个女仆 然后就去阻止她嘛 阻止她的时候 然后她的这个 这个书上 有一个描写 可能现在 没有时间找了 然后那个细节 就是说 她的戾气 按理说 就是打毛衣的 那个 是更强壮的 但是 她说 充满了爱的东西 那个爱的力量 然后要比 这个仇恨的力量 还要强大 然后所以 她没有 没有在那个 搏斗当中 没有打赢 那个保护 自己主人的女仆 然后就被打死 其实说起 那个女仆 我觉得这个女仆 有一些心理活动 我不知道代不代表 迪根斯的观点 但是是能够代表 大部分英国 普通人 对法国的观点的 这个女仆 也来了巴黎 她自己不会说法语 她要去买菜 她不觉得 她买不了菜 她也不觉得 自己讲不了价 她就觉得自己 凭着 她觉得法国人 搞的这些革命 都是nonsense 就是都是狗屁 她凭着 她说 反正我 我一英国人 就是我 起码就等于 三个法国人 这么厉害 我有什么 我搞不定的事情 她就是完全是 她很强势的 她就是完全靠 她的内心的经验 和她自己的 我也不知道 是哪来的力量 自信 自信和经验 和common sense 常识 她就觉得 应该能打天下 对 其实我觉得 这是很多女性的 这种力量所在 因为就是说 就不能这么 性别主义 就乱去翻 女人能比半明天 不是 主要是女人 她从最基础的东西出发 最basic的东西出发 她从每天的生活 对吧 从每天的 就是每天的所需 然后说 比如说从丈夫 家庭 孩子 或者是伴侣 不管你有没有婚姻 这种东西 就是说 从每天的最基础 的东西出发 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种自信 这个自信 就像很多女性艺术家 也是 她从最小事出发 反而你后来 发现她的主题 就变得很大 就变得 就都可以解释 如果你 从一个宏大的主题 对 如果你只从一个主义出发 或者一个理论出发 那其实就是说会 而且女性 她经常就是说 我是因为 看艺术看的表情 她是从身边一个 特别具体的 可感动于出发 比如什么编织 什么这个 家具的 像那个Rachel White Ritz 她把空的空间 都塞那个 就是说凝胶 把它凝聚出来 就是她因为 她小时候经常躲在 因为害怕爸爸 怎么样 或者哥哥 或者姐姐欺负她 经常躲在大衣柜里 她觉得衣柜中间 这个空间 也是一个空间 虽然就是日常 我躲的地儿 所以她24岁一毕业 她就把好多 就把那个热水袋中间 给她 筑了明交 然后出来这些日常生活 就是什么热水袋 你看 这都是女性艺术家出发 结果就出现了 副空间 就女性生活中 空的空间 出现了形态 就完全从她 日常感受出发的 没有说她想要 一个什么理论 什么副空间 什么这都没有 但是那个东西 就得了特大奖 来源于生活 成为一个艺术史上的 就是绝唱 就是说 所以说 所以说女性 她经常有这种 就像那个女仆那种自信 我今天就是要 买到这个野兔 对 她就不会想说 英国人法国人 怎么理论 她不会害怕 那怎么办 我今天 我先生要吃这个野兔 那我会不会说法 我把这个野兔搞到就行了 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 你要到医院去 你又觉得什么挂号 画架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里面全部是一个 给你一个乱糟糟的气场 你说 怎么开始呢 对吧 像我们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城市动物 然后你到了医院 你都会觉得有些恐慌 我就在想 那些农村来的 他得了病的 第一次进城的 他来医院里面看病 他一样 他有一个 那个什么病的服务台 有个什么岛 什么台 你就去那 get一个这个技能 你就问他 你就告诉他 你有什么问题 你要干嘛 主要是他们不害怕一件事 就是显得傻 他们不害怕这个事情 对吧 你有这个 对我害怕了 对我们都 他们实际就是 哦我肚子这么疼 或者啊我女儿 就是牙要什么怎么了 他就脑子被充满了 那个东西 就推着他往前 就是他的最大驱动力 他可以问任何人 就显得傻也没关系 你看你的虚荣心 你想大靠 不能走到那儿说 我要挂一个什么 刻的号 对 其实就是 其实虚荣心 做的都是这样 我们都会有点这样 就说哇 这个就到哪儿去开始 那今天聊的也 很开心 很开心 差不多 我有一个最后一个 结尾的一个推荐 也当成一个编辑推荐了 我就先推荐 大家可以去看 乔治奥威尔的散文集里面 有一篇 讲狄根斯的东西 写的非常有意思 也很长 其实是一个雄文 可能都有一万字 然后 你就贴在后面呗 对 我把它贴在后面 我在这里面 读到了一个观点 我不记得是奥威尔 自己说的 还是他引述别人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是说 对比英国和法国 英国的那个 WIG那个党 就是现在的保守党 他就说革命人和保守党 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 他说为什么 革命的人就认为 这个世界不对 我要重新把它组合一下 它才对 但是一旦它组合完 对了以后 我们就不要变它了 我就说 他们其实是一类人 起码听起来 是挺搞笑的一个 二位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我觉得我就接着你的查 说不知道你那篇文章 是哪本书 反正奥威尔写过 《巴黎流浪记》 对那是他的独立的书 对奥威尔 就作为英国著名的作家 他真的在巴黎去装城 不是装城 他就是生活状态 就是在街头去观察 另外一个城市 这双城记了 有某种意义上的 所以那个也可以去读 很好玩不长 那个很薄的一本书 对 他也是讲了伦敦 它不仅是伦敦巴黎落魄记 对 所以说我觉得 那个也有某种意义上的 双城记的意义 大家可以去参照读一下 挺好玩 叶老师 我推荐的是 因为我们这次做双城记 所以呢 我在朋友圈里面 看到了一个篇文章 是叫做《圣红果》 它写的 《时代是大写的人》 这个《圣》就是一个 盐字旁 一个《圣》字的《圣》 红就是红秀全的红 《果》就是水果的果 他的这个文章的第一段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觉得好的话 到时候你可以点击 我们的链接 可以来看 他说 每个时代都可以说 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他能成就一些人和一些事 也能扼杀一些人和一些事 当然 我们也不必这么相对主义 必须承认 一个时代 还是有一个时代的气韵的 有些时代的确比另一些时代更伟大 而且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 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 这些主题及其解决方法 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气质和精神风尚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 每个时代都脱离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短期内 我们碰到的只是一个个事件 纷争 悲喜剧 甚至倒退 生活在具体语境中的人们 因为卷入或入戏太深 不免执着较真 操心不断 困惑不断 绝望 希望不断 但其实都是在重复既往的故事 好 那我就先读这一小段 为什么推荐这篇文章 我就觉得这个会和我们 看完双城记对于这种 他的这个书的一个精神内核 会有一些共鸣吧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一分 谢谢 你是否听得还意犹未尽呢 在culturepotato.com我们的官网上 你还可以找到 文化土豆之前三十多期的节目 免费可以下载收听 如果喜欢 也请在Apple Podcast 喜马拉雅 或其他泛用性客户端上 搜索并订阅文化土豆的节目 我们的下一期五读会 大概会在四月份的第三个礼拜播出 主题是福尔泰的小说 Candide 干蒂德 我们推荐的中一本是 徐志摩翻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ut I'd quite understand if you did Watch ou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